今天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 各地回温 民众要好好把握这两天的暖阳了 因为周四下半天又会有封面 慢慢接近 不只会降温还会下雨 周五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加上水气较多 在体感温度上还会比上一波感受更冷 白天阳光露连气温也逐渐回升 周三周四各地回暖到20度以上 周南部甚至可以来到30度左右 不过紧接着封面又要接近 降温又降雨 封面慢慢的靠近 就会接近我们台湾附近 北部地区渐渐的会有一些 震雨的状况出现 这个雨势也会慢慢的从北往南影响 到了1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 是水气最多的时候 届时已有华南运区东里的影响 各地都有可能会下雨 下一波的强度 目前我们在最新的资料分析 是升级成强烈大陆冷气团 预估下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2号3号周末清晨最冷 全台低温10到15度 3号白天逐渐回温 到了5号全台高温又可以回到30度左右 一波冷空气因为有华南运雨区东里的影响 所以说水气会比上一波来得更多 所以感受上一定是会比较湿冷的 体感上可能也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连书气象粉砖 观气象看天气也发文提醒 接下来几天暖冷热冷交替 3月6号还会有一波冷空气 9天之内4次变化 敏感族群要多加留意 另外3月1号晚间到3号清晨 冷空气和水气配合之下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还有望迎来三月雪 记者这一期说明天报道